根據台灣失智症協會調查結果 65歲以上人口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80歲以上大約每5個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衛生福利部基督醫院新任院長林三琦 在醫療記者會上表示 預估再過幾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化社會 失智和長照的問題越來越重要 大概在65歲以上13位就有一位 80歲以上5位就有一位 這比例算很高 那台灣預計在2025就會步入超高齡社會 是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那這個未來的我們失智的人口 可能要變多 面對這樣的人口的一個檔化 我想該提到了幾個重點 預防生醫治療 衛生福利部基督醫院 神經科醫師彭施惟指出 阿茲海默症也是失智症的一種 而失智症發生的原因很多 如何判斷是失智還是健忘 原則上在於如果旁人提醒一下還能夠想起來忘記的地點或事情就是健忘 如果完全記不起來可能就是失智 這兩個差別就在於健忘症人他努力的回想一下或者是你稍微提醒他他馬上就可以找得到可以找得出來 但失智症的病人他的那個唇劑的地方已經壞掉了 所以你不管再怎麼提示他都沒有用 他不會因為你提示他而想起來 因此衛生福利部基督醫院提醒民眾 預防失智三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多運動 多多社會交際以及多動動腦 目前認爲其實在運動方面確實是有效的 多運動確實是一個保護失智症的很好的因子 那在運動當中最有效的是有氧運動 那我覺得 例如是什麼樣的 比如說像快走啊 騎腳踏車啊 慢跑啊 游泳這類的是最好的 但我在診間通常都會鼓勵病人 其實你在家裡做做伸展啊 出去外面散散步 其實都是對你會有幫助的 大概會建議多少歲以上 或是說其實平常就維持 大概一天要多少運動時間會比較好的 其實這個都是 如果你在中年或者是現在開始 慢慢累積 你的身體就會機能比較好啦 那當然目前的建議就是一週三次嘛 然後每次只要二十分鐘 但我想一般人都沒有辦到的吧 我想三件事 我們會跟別人說 第一個就是彭醫師說的運動最重要 第二件事情是人際關係要複雜一點 就親友鄰居多來往 這個人際的互動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就是多動腦 也就是彭醫師說的終身學習 那看電視是最沒有用的 看電視血流會下降 腦血流會下降 對大腦最不好 那就是希望認知功能多 之前打寶可夢也有人推薦 那總之就是主動去做一些學習是最好的 所以三件事就是彭醫師就有提到 這三件事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彭斯維醫生進一步指出 一般統計從罹患失智到過世 大約八到十年左右的時間 因此民眾如果從生活習慣和社交活動著手 例如參加社團當志工保持良好生活習慣和愉快的心情 以及健康飲食等等就可以大大降低罹患失智症的機會 打造幸福的老年生活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